台湾反年改团体日前于立法院冲撞推起抗议 推移上校穆德森从二楼坠落 头部遭受重伤 经过数天抢救后 3月40下午3点家属同意把管 穆德森宣告死亡享年62岁 2月27日清晨反军人年改团体800壮士 50多人突然往立法院方向推挤 要求立法院立即停止审查军人退辅行制的修正草案 而木星退役上校在攀爬墙壁时不慎坠落 现场失去呼吸心跳 经过紧急抢救后恢复 但头部及胸腔大量出血并且骨折 转送台大医院加护病房持续抢救 经数日后台大医院4日宣布脑死 家属随后同意把管 新闻时日报记者吴康伟整理报道 全新闻 交流 感谢观看